夫妻一场 说句实话就这么来呀 好了 好了 我晓得你很寂寞 心里面很恼火 是吗 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我总算是熬到了 你老了的这一天 老爷 该收手心了 我的心不是一直 在你们的身上吗 在我们的身上 你对我 不闻不问 无情无义的 我为了女儿 我认了 你在上海做了些什么 玩了多少女人 我都知道 我没有告诉翠芝半个字 可是你呢 翠芝来到这里才多久啊 就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 让她不再相信男人了 小盛天好不好 我的眼神不好 耳朵又没有毛病 你耳朵没有毛病 你听得到全南京城的人议论吗 你听得到人家是怎么诽谤我们家的吗 石定轩的女儿 是不会受这种戏的 我一定会让她风光大驾 驾什么 你千挑万选的沈世金 连正眼都不看她一眼 来了之后 又闹得鸡飞勾条一塌糊涂 你让我安静些 你就是那个曼璐 石太太 你好 把椅子给我洗干净 真是晦气 石太太 我不是来找会长的 我是来找沈老先生的 这是我的地盘 你想找谁都对我答应了才行 那就麻烦石太太 帮我转告沈老先生 婚都还没结 姨太太倒是早早订好呢 这是什么规矩啊 我们顾家呢 只有我一个姨太太的命 叫她们不要忙活了 曼征要驾 一定是名媒正取的大胎 看你这种样子 就知道你家是什么货色 沈世君是我看上的女婿 姓顾的 别说是姨太太 就是丫鬟我也嫌恶心 真是不要脸 你要脸 你脸大 石太太 你是有身份的人 上海滩最喜欢这种花编新闻了 我不怕 我愿意分别到底